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每周360 快快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有什么汽车新闻吧 第一次新闻 Pro Duo 还有一款新的 SUV 要推出 而且是 B-Segment 的 SUV 在这个 Artiva 推出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它就是 Proton S50 的对手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它的车身指码比起 S50 小了一圈 那么 Pro Duo 会不会有真正的 S50 对手呢? 答案是有的 因为在近日就有一些民众去参加了一项新车 survey 在这个新车 survey 中他们看到了一款很神秘的 SUV 据说这个就是全新的 Pro Duo B-Segment SUV 因为这款车是基于 DNGA B 的平台打造 而且会有非常运动的外观设计 所以这款车被看作是真正 Pro Duo 的 X50 杀手 而且根据已经曝光的信息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跟 X50 真的是非常接近 只是小了一点点 不过这款车将会采用 1.5 公升的 Dual VVTi 自然进行引擎 而不是 1.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保证了它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它的动力储备会比 1.0 的涡轮引擎更足够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知道 这辆车的车身重量是 1,283 公斤 如果以 1.5 公升的引擎来推动这个车重的话 那么其实只可以认为这辆车并不是一辆主打运动范围的车 而是一辆逝去驾驶的 City SUV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太多关于这款车的信息 例如说它会在什么时候上市啊 例如说还有什么安全配备等等呢 所以我们相信这款车其实还是在前期的开发阶段 而且目前在日本呢 在 Hasui 号 还是 Toyota 号 都没有类似的 SUV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款车是一款未发表的新品 至于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这个主要等待官方的答案了 第二则是国际新闻 也就是一辆日系钢炮 Toyota GR Corolla 最快在这个月内就会正式和我们见面 GR Corolla 这款车其实已经不是秘密了 因为北美市场没有 GR Yaris 的关系 所以原厂特意为这个在它的全球最大市场打造了一辆钢炮车型 这个就是以 Corolla Hatchback 打造的 GR Corolla 具体 GR Corolla 也会延续 GR Yaris 的配置 例如说拥有这个 GR4 的四轮驱动系统 六速手排 还有 1.6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加引擎 而且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达到了 268 HP 比起这个 Golf GTI 还要强 而且重点是它有四轮驱动 所以驾驶的感受应该会比起 Golf GTI 更强 这款车虽然已经传了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都没有详细的上市日期 而最近在海外媒体的消息呢 他们就表示这款车最快最快会在这个月内发布 不过率先发售的肯定是北美市场 而之前我们也跟这个 UMW Toyota 的人事聊过天 他们也表示他们在极力的引进这款车 所以依据可能最快在今年的年末 我们就可以看到 GR Corolla 如果慢的话可能是明年的第一季 大家觉得这款车的售价会跟 GR Yaris 一样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第三则新闻是一款电动车引进我国市场 就是这个 Hyundai 的 IONIQ 5 IONIQ 5 其实是 Hyundai 的旗舰电动车 它的轴距达到了 3000mm 3000mm 差不多是这个 S-Class 或者是 7 系列的轴距了 所以这辆车看起来非常的大 重点是它采用了最新的科技 而且它的电动马达表现不错 有前轮驱动版本还有后轮驱动版本 而且两个版本都引进我国市场 而且这一次 IONIQ 5 的售价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优势 它的入门版起价是 199,888 令吉 大家觉得这个售价可以吗? 在入门版本的 IONIQ 5 它只有后轮的一个电机 最大马力是 170hp 峰值扭力 350Nm 至于顶级版的 IONIQ 5 它则是前后各一个电机 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 305hp 峰值扭力 605Nm 所以看得出它的加速表现很长 而且续航里程超过 400 公里 我相信 400 公里已经非常足够了 另外这个 Hyundai Malaysia 它们也提供了一个特别的配套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在你的家里建造这个充电站 选配的价格大概是 6,000 令吉到 7,000 令吉左右 大家觉得这个 IONIQ 5 可以吸引到你吗? 据说 IONIQ 5 已经卖出了不少 而且现在等车的这个 waiting list 非常的长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就要快乐 最后一则新闻 Mazda 的 CS60 正式发布 它也是首款采用全新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新车 CS60 是 Mazda 不如豪华品牌领域的第一款产品 所以它采用了后轮驱动的平台 直列六缸的引擎还有全新的 2.5 公升 PHEV 引擎 其中 PHEV 的引擎马力超过 300 HP 也是 Mazda 首款马力超过 300 HP 的 SUV 加上后轮驱动的设定让这款车开起来应该会非常好玩 除此之外 这款车还配备了 3.0 公升的直列六缸 Sky Active X 引擎 以及第二代的直列六缸 Sky Active D 引擎 另外原厂也有表示虽然说 Sky Active D 的引擎是 6缸 但是因为通过内部零件的轻量化等等 所以它的重量实际上比起目前使用的 2.2 公升 Sky Active D 引擎 不会重多少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截至目前为止 Mazda 依然没有公布 这个 6缸 Sky Active X 引擎 以及 6缸 Sky Active D 引擎的引擎数据 所以我们蛮好奇 你的排气量加大之后 引擎马力会是多少呢 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CS60 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这些都要等待这个 Burma 进一步公布乡亲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 360 的内容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 Pro Duo 的全新 SUV 很有兴趣呢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以后有进一步的乡亲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哨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